以通途发门来说 正到原教出诸 修到无身人位 需要两个二十几天 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是反复啊 不是出诸复杂 反复啊 一拼烦恼都没断了 增到西方极乐世界 增得无僧法人的地位 也就是增到七地菩萨这个地位 只要多少时间呢 十二节 不成比例 这个时间是大幅度的所短 那么十二节跟诸位说 不论佛愿加持 就是说 没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 十二节就增得无僧法人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修行这个道场 可以说是 在静虚空变法界 阿弥陀佛那个道场是第一道场 你在那里修行快 为什么快呢 只有进步没有退步 他那个地方是远阵三不退 夏夏平往生的 也远阵三不退 所以他们又退传 其他的 他方世界插土 菩萨修行 有进有退 一般都是 进得少退得多 所以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极乐世界不要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